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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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处在这个乱世界 随时随地都有丧生失命的危险 真是可怕 假若你们各个例行慈悲三昧 不但世界得以和平 有情得以解脱 就是你们自己也能免除战争的危险 免除恶趣的痛苦 所得功德 利益无量无边 我听我来这一次的驯话 深深的感动 觉得慈悲有这些圣意与妙用 发誓努力奉行 从那时起 自己规定每周星期日为慈心纪念日 星期一为悲心纪念日 牢牢记住那两天 无论如何 总要做两件给人快乐 救人苦难的事 或戒杀放生 或广修供养 或忍辱无称 或存心不害 或以同情的态度赞美他人的长处 帮助他人的工作 救济他人的疾难 自己吃些亏 便宜把人讨 舍己利人 见义勇为 使他人离苦得乐等等 如此行了两年 星期日和星期一便成为我的欢喜日了 他人给予我的快乐 救助我的苦难 恰是我过去利人救人的如数以偿 甚至加一倍 十倍 百千万倍的收获 时使我感激涕零 由此格外加工用型 除于星期日 星期一实行慈悲外 更于星期二至星期六 将与慈悲有关的 喜舍 四舍 六度 五戒 十善 十一善心锁 三十七道品等一切善法轮流行持 最低限度便是日行一善 然而我的业重浮青 杖身慧浅 行之既久 未免懈怠心生 或闻激磅而退毁 或将行事而难舍 或因病忙而疏忽 或律力害而迟疑 但常常鞭策自己勉力行去 因而获得的感应更齐 效应更多 日间安乐 夜无噩梦 逢凶化吉 欲显为夷 灾难消除 人人敬爱 甚至回撑作喜 转获得福 得了这些效应后 对慈悲主义更加深信不疑 力行不屑 随时随地尽心尽力 以种种方便立即众生 并于日记记之 考核禽舵 日日自省 日日行迟 一日不行 即一日不能自安 久而久之 习以成性 自作自受 乐趣无穷 我实行慈悲的十三种方便 一 利他 二 同情心 三 横顺众生 四 功而无私 五 不害 六 广修供养 七 忍辱无称 八 戒杀放生 九 看护病人 十 不说使人烦恼的话 十一 和月的荣泰迎人 十二 弘扬佛法 十三 报恩的心愿 以上十三种方便略就我常常运用而谈 假使详细演述 四摄 六度 五戒 十善 十一善心索 三十七道平等 莫不是我实行慈悲的方便 实行慈悲不但与他人有利 即我自己亦有大义 自将我获得的十个孝宴略数如下 一 昼夜吉祥 我所遇见的都是如意的静 吉祥的梦 因为我慈悲 我没有愿仇 人们也不会害我 所以我日间安心工作 夜间安心睡眠 总觉得心神旷疑 胸怀坦荡 二 菩萨保佑 衡阳城自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不断地被敌机轰炸 全城房屋毁续待办 死伤人民不知若干 我有时听到警报 走出城郊或避在山林 有时不及走壁 静坐佛前或躺卧床上 惊心动魄的炸弹 有许多次只隔一河 隔一巷 隔一山头 甚至仅隔一壁 那些碎片 灰尘 浓烟纷纷纷落在眼前 笼罩身边 我每临这种极其危险的时候 就想到我是行慈悲力众生的人 打死我就等于打死一切众生 一心默念观世音菩萨 把生死置于度外 性蒙菩萨暗地呵护 身体从未碰破一点 三 人人爱景 我的父母师友各个都喜欢我 人人都说我好 呼我为老师人老菩萨 见或有极少数的人 对我有所疑虑或误会 然而不久因我的真诚 往往回恨作喜 见或我对人有所违犯或责备 然而人们会谅解我的善意 往往会心微笑 还有些人受我恩惠 受我一颗善心的感动 替我忠实做事 替我拼命效劳 不能禁述 四 少病少脑 我本是多病善愁的人 每年都要大病几次 大怒几次 但自行慈悲以后 精神上好像受了一个转变 故近年来我的病渐渐减少了 烦恼渐渐减轻了 五 免刀兵灾 恒阳沦陷后 日兵不分僧俗 任意掳人替他们挑担子 每担重有七八十斤 每天要走七八十里 挑不起走不动就被凌辱 稍有急语便遭毒打刺杀 而且看守慎言 又不易逃返 所以十去九死 难得一二生回 我因收租 网眼泼桥 正是日兵往来之躯 他们天天到各乡村打掠 我和同伴也天天走壁山野 有一次正向前走时 忽从山右转出三个可怕的日兵来 措手不及 被他们擒住 向我们提包摸了两把 对我们问了几句听不懂的蛮语 我无心无意打了一声阿弥陀佛 他们把手一挥放了我们回来 否则被他们掳去 我还有命活吗 六 晚年欲载 民国三十年秋 有人将兵由南越近乡反衡阳 坚持邀我和成员师同看电影 慕完后 同辈警备部逮捕入狱 次日敌讯方知将为仇人无害 说他组织暗杀团 我们无辜受累 随即含请保生老和尚保释 经五六日未接回音 成师兴急如火 又促我拍电报旭大师求救 我默想明日是星期日 后日是星期一 是我得了离苦的日子 考之以往总有感应 想至此 四觉又一道灵乐闪烁 约我已有希望的暗示 乃再三劝他静候两天 果然于星期一之沉 该部得保老信派专车 送我们出狱返越 七 免水火灾 我常常冒着暴风雨过江 有几次遇着大风大浪 江潮汹涌澎湃 明明看前面有只船 被白掏声所没 我这只船也遥遥欲翻 我即念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要传上人同念 因而度过那些危难 又有几次从枪林淡雨中逃出 许多人死伤于炮火 我又幸免 最闲者是33年衡阳大战时 6月念一日 我同救护队人员离开城区 念三日全城变造兵坟 像这些事真令人不可思议 8.盗贼不侵 衡阳沦陷时期 有很多土匪窜扰各乡村 趁火打劫 或伪装日兵冒充游击 夺人家财物 或趁日兵打卤 百姓逃散 抢人家银钱 杀人放火 无所不为 我却从未受过他们侵害 9.福长随身 有人说 人生不如意识 长十之八九 我以为不尽然 在我的遭遇 反觉的不如意识 仅十之一二 而如意识 恰有十之八九 身心的安乐 时有的爱静 灾难的远离 烦恼的轻薄 这一切都使我无忧无虑 我读书 没感到头头是道 乐以忘忧 我写文 没感到左右逢源 用之不解 我出行 一到码头 车站就搭到周车 不曾久等过 我用钱 一到用完时 接着就有钱来 不曾受逼过 这一切又使我自由自在 古人说 命由我做 服自己求 或服无门 为人所照 欲知 钱是因 今生受者是 这些话 我觉得丝毫不错 是 得生净土 我能不能往生净土 这是死后的事 不敢预定 然而根据净土经论 及祖师语录所说 像我这样形式仁慈的人 又读诵大成经典 受持三句境界 孝敬夫师长 并且对净土法门 有深切的信仰 制成和回向 恒长赌时的行持 以理推测 想必得生净土 有一次 在齐山七七第三天 鱼似睡非睡的朦胧中 梦见阿弥陀佛来到面前 告慰我说 你很慈悲 又认真念佛 愿你继续精进 将来你可做四平以上的连台 以上十个校宴 都是我轻身经历的 有事实可查 有事云可寻 绝不敢妄语欺人 其他逢凶化吉 遇险为夷的事 还有很多 说不能进 好了 今天关于明山长老对于日行仪善的开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短暂的 如白居过细 光阴迅速 日月如梭 人生苦短 应当及时行善积德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我们才不会空过此生 就会在此生此世种下好音 将来有个好的结果 愿与四恩三友 法界众生 同离苦难 同德安乐 同出娑婆 同生净土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对今天节目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